第二章,内观密法他说,佛法本不该分大小成,显密高下的。因为佛法是圆满具足的,但是在修持过程中,为了教学次第,为了说道方便,为了表法事项,也就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层次上分别高低,以明法要。 这是首先要说明的,这样才能既不执着,又不会因误解而冲突。密教之所以说高于显教,最明显的理由,便是极深成佛。因为显教一般都是讲转世成智,即转世成佛。教人明心见性的禅宗,最高也是极心成佛。 在静一层说,显教最高的地方,只是空在理上,而密教则有不空的事,所以密教禅自然高于显教禅,而内观禅则显密原容到达极处,为密宗之密,真正的极深成佛。 内观真能去除我们所有的业习,从凡夫直接成佛,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可是密宗不比显教,没有受过三昧耶戒的人,不许入密,未经灌顶的人,不许说法义。 所以密宗很神秘。 希望大家通过本章内观密法他说,既认识内观,又了解密法。 所谓三昧耶戒,即佛戒。 三昧耶戒即是平等本事,即佛的誓愿。 我们参加内观课程就是以受三昧耶戒。 三昧耶戒有十戒,概括来讲主要有四条。 第一条,不应远离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求解脱觉悟的心,即内观所说的不要为了治病来学内观,是为了解脱觉悟来学正法。 第二条,不舍正法不邪行。 这是对出家人来说,对在家人来说是不舍正法起邪行。 因为在家人有夫妻生活,生儿育女。 第三条,于一切法不吝息。 法是公有的,不能据为私有己有,不能收费,一定要公开免费传授,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 最后一条也就是最根本的不得不饶意众生,不得不利益众生。 即内观所说的不要干扰破坏任何众生的安详与和谐,并与一切众生分享自己的功德和利益。 秘法最重要的修法,就是修供养,此供养并非世人所说的供养钱财。 所谓修供养也就是他修定三昧时首结印器为生秘,口诵真言为雨秘,心作观想为异秘。 真正的秘法在三秘之用。 而当他修供养的时候,护身,结界,庄严,劝请,献贡,礼赞,灌顶等,实在是修定的方便。 不像显教直接打坐禅修罢了。 但一般人的习性,喜欢一种形象,喜欢神秘,非得有一种形式不可,稍稍相念念经,摆摆供养,热热闹闹,然后用净水香酒往头上移到,灌顶了。 当然,那样也是法,是方便,是加行,是祝道。 密宗所谓修供养三秘,就是身,口,义三种内涵的奥秘,密法认为即身成佛,就要转身口义三叶为身口义三秘。 弥则谓业,物则谓密。 众身是身口义为三叶,佛也是身口义为三秘。 如果众身能修持三秘,便能够得到佛和法界的加持,能很快地改变人体素质,便可激发各种神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所谓犯我合一,天人合一。 用密教的理论讲,就是三秘加持素极显。 其实,密教的深密与显教的观色相当,密教的口密与显教的观习相当,密教的易密与显教的观星相当。 只是显教仅求正道习色心的空之体,而密教却要显出这习色心的不空之事。 总之,密教的修法是以三秘为用而实现众身心佛一致的无上法门,而显教的修法,却以众身与佛相对而修,要经三大劫才能成佛。 所以在修法上有很大的差异,于是密教便以极身成佛的神妙高于显教。 其实真正的极身成佛为内观自己,夜袭完全彻底消除时才能成就。 修行真能到达极身成佛的境界,自然要叹为观止了。 下面我们直接说明三秘,人之身口意的奥秘。 在密宗没有供养一定的钱财是不会讲这些秘法的。 第一节内观深密 宇宙是一大奥秘,人生是一大奥秘,人生更是一大奥秘。 人之所以不了解宇宙人生,就是因为人不能了解自己本身。 密在乳身,密密不在别处,就在你自己身体内部。 密教吸取印度瑜伽的精华内容和形式,认为身心是统一的,分不同的层次,从粗到细,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粗生粗心。 粗生,指地,水,火,风粗四大所合成的血肉之身。 粗心,指眼,耳,鼻,舌,身前五世,感官,对色,身,香,味,处五成,外境,而生的感受。 即第六意识对各种法而生的知觉,观念,想象,思维,记忆,梦幻,情绪等心理活动。 粗生粗心皆属常人所知所见,故称为粗,所谓肉眼凡胎。 我们眼睛的视觉范围被限制在一定光波段内,红外线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的听觉范围也被限制在一定分贝内,超声波我们就听不到。 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身体的触觉都是如此。 就连我们的意识也是这样,我们的认识能力被粗生粗心的夜暴体限制住了。 我们这个肉体,如果能修禅定,使它朝智慧方向发展,那就是无价之宝,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是一个无尽宝藏。 从生密上来解释,我们这个肉身是一个基本身。 它的第一重叫三昧耶身,也叫世俱身,它配化身,是了脱身有的。 它的第二重叫做智慧身,是从平等的世俱身进修来的,它配报身,是了脱身有的。 它的第三重叫三摩地身,也叫定身,是以智慧身进修的,它配法身,是了脱死有的。 可见我们这个凡夫肉身是最可贵的,成佛只能在人道中修成,所以说人身难得。 这儿粗生粗心是禅定的本体,也是禅定的根本,一切禅定都是从这个粗生粗心上起修,也是依靠这个粗生粗心出身,正德。 第二层,细生粗心,细生,就一般人而言,指气、脉、明点等细四大所构成的细微生理机制,类似现在所谓生命场或生理能。 气就是气息,包括呼吸和消化系统,脉及经络,包括淋巴和神经系统,明点之内分泌物,包括血液和循环系统。 细生,指意识深层的本能欲望,自我执着等潜在的精神作用,细生实际就是第七世莫纳世和第六意识之根,包括现在所谓下意识,潜意识的心理活动。 细生细生非肉眼所能见,非常人的意识所能查,顾名为细。 细生虽不可见,却为粗生生存之动力,细心虽为,常为粗心意识生起的前世。 特别是第七世的聚生我执,为意识迷雾的总开关,掌握着人体变化的方向。 如果朝我执习性方向发展,我们这个肉体那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皮囊,如果能修禅定朝智慧的方向发展,那就是无价之宝的宝楼阁。 细生细心虽然细微,但在禅定中可内观其存在。 色戒众生未细生细心,报身佛的成就在色戒成就,禅定未到细生细心的境界,不能成就报身佛。 密宗所谓即生成佛,就是无仁之凡夫肉身,粗生粗心,依靠禅定修持达到细生细心,色戒,而成就报身佛。 报身佛是相,法身佛是体,化身佛是用。 自身为报身佛,毗卢浙纳佛是法身佛,释迦牟尼佛则代表化身佛。 第三层,维系身心。 维系身心,一体不二,身心合一,无固定形态,可聚可散,散则为弃,聚则成形。 一般禅定者难以知见,只有在即生禅定,四禅以上,才能自见。 无色戒众生未维系身心。 第四层,最维系身心,即不可思议法身。 一般禅修者的目的是要成就维系身心,即正的无色戒的四空定。 关键着重在修系身系心,就是修气卖明点。 因此有一套独特的人体气卖学说,为禅定时修的理论依据。 对人体的奥秘,提出三脉七轮的人体学说。 三脉七轮学说,初步揭示人体的一些奥秘,涵盖了密宗和瑜伽的一切修法的内容。 三脉指中脉和左右二脉。 中脉位于脊柱中,沿脊柱走向,粗如脉杆。 上端开窍于头顶百慧穴,下端至海底,及钢门前三脚地带,女性的海底是子宫,密宗称身法宫。 中脉为人生命之中枢,但多扁缩不通。 密宗和瑜伽修法主要是通中脉,即通心至眼道头顶百慧穴,如果能相通就与法界相连而获得智慧和解脱,所以也称圣意智脉。 左右二脉,左右二脉加持中脉,跟中脉离约二指,其上端经两耳后分别开窍于左右鼻孔,即左脉字左向右盘旋开窍于右鼻孔,右脉字右向左盘旋开窍于左鼻孔,左脉下通右高丸,右脉下通左高丸,女性则通子宫。 左右二脉分别为经血运行的中枢轨道,因为是相互交叉的,所以右边病时则左边痛,左边病时则右边痛。 七轮,左中右三脉在头顶,眉心,猴,心,旗,密处,脊柱根部七处缠绕成结,以中脉为轴心,如同车轮,简称七轮,为修身练气的关键部位,即为最难相通的部位。 一,顶轮,位于头顶最高处,相当于百会穴,具体位于额头发际往后横拼似直处,也就是婴儿又小时会跳动的部位,即修内观时奇观的部位。 此轮又名大乐轮,此轮未通打坐时长腿马脚酸,一旦此轮打通,脑部气轮充满,其乐无比。 二,眉心轮,位于脊柱最高末端,两眉之间的终点,即眉心后方。 密宗和道教都认为此轮打通后可得天眼通,印度女人在两眉间点红化妆,不仅表眉,而且表发,极具有第三眼,智慧眼。 三,喉轮,位于喉结部位,是清洁作用的中心。 清洁打通此轮,身心清静安宁,变得受用,故又名受用轮。 四,心轮,位于人体胸腔内,与心脏同一高度的脊柱中,也称法轮,佛像胸前一般都会素有一个万字表发。 五,麒轮,位于肚脐下三寸处,相当于道家的下丹田。 为人体之气力,健康,体力之中心。 六,密轮,位于中脉基座,在男性是会阴穴,女性则位于子宫颈上。 道教所谓月枯,密宗称为法宫,于家教昆达利弥蛇。 如一条睡棉盘成一团的蛇,周围是熊熊烈焰, 此蛇不动,堵着中脉底部,则中脉不通,需要用灼火燃烧此蛇,此乃藏密大圆满之官药。 这里泄露密法天机,即密宗最高的修行法药,爱欲未生死轮回的根本, 就是说男女欲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这个问题不解决,了生死的问题解决不了, 始终在轮回中流转,为什么我们的意思不能控制爱欲, 因为有意跟第七是莫纳是在作怪,那么莫纳是在哪里呢? 天机就在此处生殖部位。 所以密法修宝平器,在此轮越积越多,到一定的时候,能量很大,就变成灼火, 当灼火很强时,这蛇耐不住会往上冲,这叫冲脉。 中脉一通,人生就跟法界相应相通了。 七,海底轮,位于己柱末端尾骨部位,为生命之气发源的, 具有无穷的潜力潜能,故也称立元轮。 密宗修法主要强调的是气脉,气脉不通,脉轮转化不了, 不能的定,所谓中脉不通而言的定者,绝无是处。 修气修到不呼不息,呼吸停止,密宗教保平器,瑜伽称平器, 道教卫胎息或归息。 不呼不息并不是真的没有呼吸,呼吸完全停止, 只是呼吸很细微而已。 到了这个境界就要修卖了,所谓卖, 其实就是息得更近一步。 知息长短冷暖粗细等,就是在修卖的境界。 去感知全身三脉七轮集每一个细胞, 哪里走得通有感受,哪里走不通没有感受。 在修卖的过程中,人体自然会产生内分泌物明点来润滑打通经络脉轮。 三脉七轮真能打通,人体生命本有的潜能神通自然获得。 事实上,内关觉知身上的感受,从上到下,从外到内, 觉知所有的感受就是在修卖,观己柱自然会打通中脉。 内关达到身心消融时,三脉七轮不在话下。 打通三脉七轮,在内关而言只是副产品。 内关真正的生命是指通过身上的感受消除所有的夜席。 内关虽然不谈三脉七轮,但通过观习法和平等觉知深受, 不但快速打通三脉七轮,把凡夫的粗生粗心改造成色界的细生细心, 而且直接消除所有的夜席成就报身佛,死乃密中之密真正的即生成佛。 第二节内关口密 密教之所以成为秘密的特点,主要是神秘咒语的秘密, 密教所谓的三密之一的口密。 关于神秘咒语的奥秘,是人类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事实, 也是人类迄今尚未探明的奥秘,是一个声音之谜。 世界上富有历史的神秘古国和民族, 如埃及、印度、中国、印第安人等, 在他们的古代文明中, 都认为咒语和原始的语言文字一样,是文化的重心。 因为咒语在文字语言之前产生, 但人类有了实用的语言文字之后, 对于声音的研究,除了用于文字语言的结构之外, 便把有关声音的神秘部分, 推之为巫术和宗教。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人类已经知道宇宙有很多声音存在, 如有很多光存在一样。 可是现于人在粗声粗心阶段, 耳目有限, 人的视觉可见光范围很狭小, 人的听觉可闻声范围也很狭隘。 如频率过高与太低的声波, 人都无法听到, 所以老字也说, 大音息声。 有形声音的作用与功能, 人类上知之不多, 甚至无知, 更何况还有无形可得心声心音。 总之, 声音的奥秘是人类未知的领域, 声音与人体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 印度传统文化一直重视声音的奥秘, 早在佛教以前, 印度古老的婆罗门教, 就非常重视咒语的神秘性, 认为咒语可以与形而上的神直接感应而发生作用。 印度很多教派和瑜伽术, 都重视咒语, 相信咒语有神奇的能力, 可以呼应通灵, 互相感召。 佛教可以说也继承印度传统的咒语文化, 非常重视声音, 无论显教密教, 念诵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 显教禅门日诵功课就都是念诵。 佛教以通音为小物, 根据教理说法, 咒语的秘密只有八的以上的菩萨方可了解, 而正得八的以上的菩萨也能自说咒语。 口密, 声音的奥密, 如同声密一样, 密在乳边。 口密就是利用咒语特别的音符震动身体内部的气脉, 激发生命的潜能, 启发人体特异功能和高度智慧。 咒语最大的重心, 就是声音与人体气脉的关系。 修持咒语, 念诵如法, 智慧重要, 有助于气机畅顺, 贯通中脉, 上下七轮都能震动震开。 念诵的方法一般有开口念诵, 莲花念诵, 金刚念诵, 瑜伽念诵。 这四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四个层次, 各有其独立的特殊功用。 持咒要如法有效, 要修好基本功, 口液要保持清净。 口液要清净, 就要把喉轮打开, 口液自然清净。 反过来, 口液真的清净, 喉轮自然打开, 两者互为因果。 现在人类拥有系统的咒语, 密教有比较完整的保存。 内观也有系统的咒语, 内观称唱诵, 只有资深的内观学员才能学, 在四念处和长课程有说明。 初学内观禅修, 唱诵是老师的工作, 学生只要好好的内观自己就行了。 但为了传法红教, 内观修到一定层次时就要研究学习口蜜唱诵, 自立立他。 关于口蜜, 滋不赘言, 点到为止。 第三节内观一蜜, 一蜜为三蜜中最重要的一蜜, 因为身体的内蜜与声音的奥秘, 都凭借意念的妙蜜而发挥作用。 一蜜指人的意念具有无上神秘的力量, 也指人修禅定止观的境界具有无上神秘的作用。 如图。 中间虚线表示能知能觉的真心一根, 波动表示意识妄念, 后天贪嗔痴等习性反应。 A位常人心意识活动状态, 毫无知觉, 心随静转, 指后天粗重的习性反应。 V位禅定观照的境界, 密宗称进化心波, 指习心波, 显教教心移静性, 波平静静。 明了此图, 便可知任何禅定止观的修法原理。 密宗运用观想进化心波的修法, 与禅宗波惹关空的作用, 波平静静的原理完全不二。 因为显教讲金刚般般若, 而密教则讲理去般若。 如果单以波平静静为旧静, 偏知毫离, 变成一潭死水, 毫无生机的枯禅, 如果只是心波指习为旧静, 躺有丝毫偏差, 习染于有, 也会动则一死。 为了进一步探讨易密, 比较合乎科学逻辑又合乎现代人口味的, 恐怕还是法相为式学。 法相为式学把世间万事万物归纳为八事。 八事都是兴起分别而现作用。 所谓是旧事分别, 了知辨别, 新的八个事分别是, 前五事, 眼、耳、口、鼻、身。 眼是, 以眼根位所依, 了知各种色尘的心。 耳是, 以耳根位所依, 了知各种生尘的心。 鼻是, 以鼻根位所依, 了知各种相尘的心。 蛇是, 以蛇根位所依, 了解各种未尘的心。 身是, 以身根位所依, 了解各种处尘的心。 以上五事统称为前五事, 前五事只能了知直觉现在的事物, 不能比之推测。 第六事, 通常所谓思想分别都是第六事的作用, 能对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一切事物思维起分别心。 第六事能和前五事一起并生意识, 对各种沉浸加以分别。 第六事也能单独献起意识, 这种单独意识可分为散位、 梦位、 狂位和定位四种。 散位意识, 也称都位意识, 只单独回忆过去预想未来, 或者比较推度做种种思维想象分别的心。 梦位意识, 只在睡梦中献起的心意识。 狂位意识, 即神经失常或精神分裂属于这类意识, 如风、 狂、 罪等。 定位意识, 只在一切禅定中, 前五事不限起是只有第六事攀原定静的意识。 广义地说, 意密属于定位意识。 第七事, 莫那事, 无始以来和第八事一起并生, 而对第八事很省执着为使我使法。 便是人之所以为人, 我之所以为我, 以及人之所以我, 也就是我的真正意根。 第七事也是第六事的根, 第六事就是听命于第七事这个一根, 所谓生命的业力, 内观称习性反应, 都是由第七事呈现而显其作用。 第七事与第六事有所分别, 第七事是向内衡思量的心意识, 第六事是向外思维分别的心意识, 如我们日常思想一件事情, 这是第六事起作用, 而在思想的背后, 又有一个意识, 知道我正在思想, 那就是第七事。 第七事既能觉知第六事的活动, 又支配着第六事的活动。 第七事总是执着第八事的自我, 时时刻刻执着我, 我的, 我的, 是我, 是我, 是我所有, 是我所有。 所以第六事活动时, 就常常带着我的痕迹而表现自我。 第七事与第六事我们内心一定要能分别, 这是世间禅定与初世间禅定的分别所在, 这是修行解脱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真正大小成的分别所在。 第六事指定为意识与解脱了生死毫无关系。 人临死时, 平时所得的禅定功夫一概用不上, 因为单单第六事起不了什么作用, 人出生时第六事没有用, 人老年糊涂了也没有用。 但第七事, 第八事还在作用, 这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 现在世人学佛修行都在第六意识层而已, 都是世间法世间禅定, 但都自认为是大臣, 义臣, 无上密臣。 不知真正的大圣事只能进入第七事, 第八事的修行方法, 旨在第六意识层的修行法门为小臣, 所谓小臣为名前六事, 大臣则名八事, 这就是秘密所在。 这就是智慧所在。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诸佛所教。 这个意识指一根, 就是第七莫那事。 内观就深都知道, 你觉知自己的感受或者想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背后还有一个觉知,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觉知就是你的一根, 一根清静, 一切清静, 一根不静, 你不可能清静。 所以一根, 第七是很重要。 第七是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 第八是是种子是, 它输送种子, 收藏种子。 你要看, 给你看的种子, 看完了, 它又收回来, 给你藏着, 你要听, 给你听的能力, 听完了返回来隐藏着。 种子变现形, 现形又变种子, 种子生种子, 现形又生种子, 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第八是的种子输送出来的时候, 要经过一根第七是, 第七是执着第八是的种子不放, 形象的讲, 就是我的, 我的。 执着我的, 就有你的, 他的, 分别对立就产生, 平等心就没了, 有执着分别就不能解脱, 都是第七是在作怪。 那么, 第七是哪里呢? 第七是就在你的深植部位, 前面已泄露了这个天机, 在此再次说明。 能有缘修学内观是多生类结的福报, 内观真的是密法中的密法, 通过全身观和穿透后, 最后观脊椎, 灼火自然会产生, 中脉自然会通。 在内观而言打通中脉只是副产品, 所以密宗他在那个地方用功夫, 他要多做功德, 精进修持, 使自己身上的气在深植部位密轮越积越多, 就是饱瓶气。 饱瓶气充满了, 到一定的时候, 能量很大, 就变成灼火, 用灼火烧自己身上的液结气。 液结气习性就像一条冬眠的蛇一样, 缠在你的深植部位, 睡着不动。 当灼火很强了, 火烧起来了, 这条蛇耐不住了, 它往上冲, 冲出去后, 夜节气也就消完了, 这叫冲脉。 中脉一通人生跟法界就相应了, 相通了。 所以修行在这方面要注意, 使夜节气转化为智慧气, 清净之气, 要时时彻之无常无我, 没有我的, 就没有你的, 他的, 就没有对立。 第七是就变成了平等性质, 有了平等性质, 第六一是观察一切事物就能够实事求是, 就变成了妙观察质, 那么前五是眼, 耳, 口, 鼻, 身就变成了所作质, 做什么事都很有智慧, 都能成功, 而第八是现行就变成了大元净质。 所以要成佛, 必须自尽其义, 义根要转成平等性质, 这点很重要, 我们实修内观就能印证这点, 唯有实修, 才能真正明白。 第八是, 阿赖耶事, 是一切诸法的根本, 是涉受诸法种子的心, 泛语阿赖耶事中文译为藏, 有能藏, 所藏, 直藏三种意义。 第八是, 是意识的根本, 因为人的前五是, 第六是和第七是他们的一切功能和作用, 都是第八是升起的, 都受第八是制约, 它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源, 是轮回果报的主体, 是宇宙一切万事万物的总根源。 所谓万法为世, 为的就是第八是, 所谓为世所变, 就是第八是所变, 所谓转世成智, 就是赚第八是成智。 是解脱生死的关键所在, 也是内观成就的根本所在。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八是, 特化为世易密图, 用心研究, 一定会有所体悟。 第四节为世易密图简介。 新佛众生是一步二的奥秘, 这个事实真相, 佛法没有传到中国前, 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就已经发觉了, 所以老子说,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这与佛法讲的意识完全相同, 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这是非常难懂, 难以接受的事情, 难,也要搞清楚, 不能接受, 不能证悟, 就入不了佛门。 佛门称不二法门, 二是什么? 能锁就是二。 我们今天讲相对的, 相对的就是二, 二就是入不了佛门, 和时正的不二了, 那你就入门了。 内观为世易密图。 心佛众生是一步二, 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 当你做梦的时候, 梦里面一定有自己, 也有别人, 有你认识的, 也有陌生的人, 有山和大地动植物等, 现实生活有的梦里面都会有, 包括你的喜怒哀乐一样不少。 梦醒之后你才知道, 梦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己心意识变现出来的, 既然是自己的心意识变现出来的, 梦中的哪一样不是自己? 这就是不二, 能变梦境的是自己, 所变梦境还是自己, 这就超出哲学范围了。 能变所变全是自己。 只是梦境时间短, 梦醒之后我们容易觉知, 现实生活我们就迷了, 就觉察不到了。 佛告诉我们, 山和大地, 虚空世界, 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心意识变现出来的。 佛在华严经上说, 尽虚空变法界,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心与事事一, 心事体, 事事心的启用, 心就像我们看电视那个荧幕一样, 什么都没有, 它能显像。 事就是心起作用了, 事能变相, 像电视荧幕里面的像。 你的心起贪嗔痴不善的心念, 事就现三恶道像, 你的心执着善念, 事相三善道像。 所以能变的是自己的心事, 所变的还是自己心事。 为什么佛看一切众生跟自己一样? 就是这个道理, 佛真正明白了, 证悟了, 知道万事万物都是自己心事变现出来的, 实证自他不二, 从中生起真正的平等心, 真正的慈悲心, 佛法里面叫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能所不二,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能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崭新的人生宇宙观, 那我们这个佛门就入不进去, 纵然你研究, 也只是懂得一点佛法的皮毛尝试而已, 真实的的受用肯定的不到。 内观到达身心消融时就能实证能所不二, 此时自然开悟成佛了。 内观所说身心消融是从实修事项上讲, 能所不二或不二法门是从教理上说, 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报是由第八世所藏的过去夜席变现, 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依报, 由第八世里的供业变现, 自己的身心为震报, 有个人的别业变现。 而现在身心所造的业又由第八世能藏而藏, 为未来果报之音。 这就是轮回的奥秘, 推动轮回的神秘动力是第七世, 也是由第八世直藏而生, 所以因果轮回无始无终。 现在很多人修行打坐最喜欢打通三脉七轮, 专门在色身里玩气脉, 要知道色身里头花样很多, 会把方向迷失掉。 如果明白了心事的道理, 就知道佛法不在气脉上, 不在色身上, 色身也是心事所生。 很多人讲心事, 只知道第六意识是心事, 不知道连色身也是心事。 我们平常禅修打坐所得一点清静的境界, 那知识第六意识层的事, 到了临死身心分离时, 平时禅定的功夫, 气脉打通一概用不上。 了生死丹丹第六识起步了什么作用, 因而出生时第六识没有用, 年老糊涂了也没有用, 可是第七识, 第八识还在作用, 这点要知道。 我们正报之身心和依报现实生活的一切, 都是第八识变现来的。 这第八识就是业力, 第八识转得过来, 业力就转得过来, 修行就是修这个。 不是光修第六识定位义识, 第六识一念一念地来, 也一念一念地灭去, 念头的不失就是定, 你的禅定功夫再生再高, 八万大劫后, 又要搞生死轮回。 所以你修行不能了, 第七识和第八识是没有用的。 六七应上转, 五八果上缘。 六七识容易转, 因为这两识在因地转, 第六识是分别, 第七识是执着, 我们不起分别心就是妙观察制, 我们对一切不执着就是平等性制。 所以只要心念一空, 三计脱空, 第六识变成限量的清净境界, 功夫再进步的第七识也可以空掉。 很多修行人充其量到了因地菩萨, 果上难了, 前五识眼耳鼻舌身, 第八识阿赖耶识, 包括整个物质世界, 五八果上缘, 要正的果位才能转, 谈何容易。 内观对身上的感受保持觉知和平等心, 不起习性反应, 直接把前五识转成所作制, 感受, 第六识转成妙观察制, 觉知, 第七识转成平等性制, 平等心, 第八识转大圆境制, 不再起习性反应, 消除第八识中过去的夜席, 从此不再增加新的夜席, 转八识成四智, 修正达到三身, 法身, 报身, 化身成就, 三身四智平等平等, 有几个小得呢? 有几个人真正相信, 又有几个真正转了过来正道, 第八识位在宇宙万有的本体, 一切万事万物的总根, 所谓实相, 涅槃, 真空, 真如, 真心, 本性, 法性, 佛性, 如来藏, 平等心, 大圆境制, 一真法界, 不可说不可说处, 我们修行就是要正的这些明相, 正的这些明相就是解脱成佛了, 什么时候正的呢? 心真正清静平等了, 平等心就是真心, 平等心就是真如本性, 凡夫的心有高下, 有分别执着, 不平等, 佛心是平等的, 是清静的, 我们学佛修行, 就是在极不平静的境界里去修平等心, 在极繁杂的环境里修清静心, 这就成功了, 道场在哪里? 无处不是道场, 身心觉受就是道场, 在红尘里面修, 在顺逆境当中修, 顺境里, 急于悦的感受, 我们修不贪爱不执着, 逆境里, 不愉悦的感受, 我们修不称恨不愚痴, 你在逆境里头, 天天烦恼, 时时起称恨心, 马上就堕落, 在顺境里面, 你时时起贪爱也堕落了, 所以一定要有觉知和平等心, 把内观落实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真正把握得住, 不为外境所动, 样样清楚, 样样不取不着, 不动心, 不起习性反应, 我们的心就解脱了, 所以平等心非常重要, 内观以平等心位体, 华严经, 以义真法界位体, 妙法莲华经, 以真如法性位体, 仁严经, 以如来藏位体, 涅槃经, 称常驻佛性, 般若经, 为时相般若, 净土宗教礼义心不乱, 禅宗则叫主人温或正法掩藏, 名称不同, 亦是境界一样, 名义一同。 既然意思一样, 为什么说那么多不同的名词? 这是教学的技巧, 佛怕我们执着, 所以同一件事, 说好几个名词, 说来说去原来还是这么回事, 就不执着了。 佛这个意思是在语言文字之外, 语言文字像指路牌, 指路牌不是目的地, 顺着指路牌走, 你才会到达目的地, 不能执着这个指路牌, 你才能见到, 才能正道。 所以佛怕你死在字里行间, 看经学了一肚子名相, 死记了许许多多的名词术语, 而不知实修实证, 这就糟糕了, 这是佛法不许可的, 佛用许许多多的名词, 用意就在这里。 佛讲了这么多经典来说明, 用了那么多名相来形容, 这到底是什么境界呢? 整个身心和宇宙浑然一体, 像各玻璃圆体, 通体光明, 如一堆能量在燃烧, 内观透明, 没有障碍,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真正明星见性, 他看山河大地,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他看到什么? 他所见到的是一个性。 就好像会看得, 琳琅满目全是一个黄金, 周辩。 除金子外什么都没有。 见性的时候, 除法性之外什么都没有。 法性是清净的, 法性是平等的, 法性没有生灭, 法性没有来去,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看看, 心经, 讲得多清楚,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宇宙万有的真相, 破密开悟之后你就离苦得乐, 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了。 这个境界我们望尘莫及, 联想都想象不到的, 不可思一处。 其实讲穿了没有用, 害了后来人, 不讲穿也害人, 所以佛说不可说不可说, 最好闭嘴不言, 因为不能言传, 只能实证。 而实修的方法就是内观, 内观身心消融时就能实证, 愿所有的众生修持这个绝妙的秘法, 从而体证就近十香涅槃, 得到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解脱, 愿一切众生快乐, 安详, 解脱。 感谢观看